大家好,今天是农历腊月23,北方的小年,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辆昂西诺我本来是不想拍第二期了,但是因为之前在旅途中我拍的那些内容都是基于我在南方以及高速龙路环境使用得出的一些经验总结。 这几个月我把这辆车在北方延安天气里边日常上班代步使用,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就做一下补充。 还是再说一下外观,外观方面的话,昂西诺这辆车就是典型的分体式大灯设计,最早我接触这种设计是吉普的自由光。 当时看那辆车不觉得很难看,所以说现在出了昂西诺之后,我觉得他这辆车外观还挺好的。 车尾我觉得稍稍有点翘,但是也能接受,只要年纪不太大开就可以。 至于像这种黑色的防撒条,它整体上是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你像我朋友开我车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的寡蹭,伤害还在这里。 然后我问了一下,大概换这个大灯边上的黑色边框需要1500到1800吧,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也就这样了,在一个我之前吐扫握这个车原装的寒泰轮胎,湿滑路面的时候抓地力特别差。 现在已经换上冬季胎了,尺寸是2354518,品牌是贝耐力。 这套轮胎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 现在的雪地胎比以前要便宜。 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买254517这个尺寸的雪地胎也是贝耐力,1381条。 看一下这个车的车尾,车尾整体设计上基本上跟车都互映,然后红黑或者是白黑的这个状色不是很难看。 如果要是买它那个清界色就比较难适应。 车顶有这个行李架,但是低配没有天窗,车尾是一个鲨鱼器天线,高位刹车灯,自带一个倒车影像,还有倒车雷达,别的也就没什么了。 这只车我之所以在北方这几月的时候天天开它代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白天零下十多度,二十多度。 这只车带一个手机远程启动的功能,可以提前热车,然后看一下车内。 来到车里接着说一下内饰部分,内饰部分我要补充的内容就比较多了,因为这段时间都是在市区内开,比起之前在高速上游走,更注重动力性,制动性能,高速稳定性以及燃油经济性而言的话, 在市区里边你就会开始关注这辆车内装方面的功能以及细节,我也愈发觉得其实那个韩系车和自路品牌比,它优势不在,就是因为它内装部分,无论是在设计功能以及这个用料方面都太拉胯了。 你像这辆车的话,中单售价13万多,然后所有的包括表台以及门板都是完完全全的硬塑料,这个硬塑料感有点像那个之前租中司租的那个支炫,支炫至少表台上它还做那种那个压那种甲缝线的纹理,这完全什么都没有,就是光板。 包括它这个扶手箱的这种钙板,虽然不完全是硬塑料,但也非常的硬,并且高度挑不了,前后也不能滑,里面就是一个单层的设计,光图图的连织绒都没有,只能杂乱的把这些杂物扔进去。 还有它这个手套箱,没有任何阻尼,整个这个空间尺寸也不大,并且里面也是没有织绒,就不是很合理。 你像这个位置这么大,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设计一个小的橱槽啊,或者一个小的隐藏式的副手套箱啊,它没有,难道完全都用来装气囊吗?那不可能。 还有它这个人机工程学设计也不合理啊,你想想它空调出风口,你以为这是左右调缝,实际上是开关,那左右调缝怎么调,不能调,你只能选择开和关。 然后,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左右这两个圆形的出风口。 圆形出风口,你不能把它左右调缝,只能开启和关闭,这样的话,你实际使用的时候,想在冬天的时候,把后视镜这个三角区出霜,就很麻烦,只能靠这个固定的小风口。 嗯,你要不就把这个圆形出风口,给它设计程左右也能摆,要不你就别设计这个开启和关闭了,我也能接受。 就不知道这个韩系车的设计师怎么想,然后,嗯,它的这个升窗按键,也是只有主驾驶带一键功能,其他三个都是要一直勾住。 也没有后视镜折叠功能,你说,嗯,你韩系车主打配置,包括这个,那个后视镜的防旋墓,也是手动防旋墓,那配置到底去哪了呢? 那就是一个,呃,中空彩屏,带一个手机互联功能,就算是配置了吗? 你要是真是主打多媒体也可以,那你把六扬声器做配权,你明明设计了六扬声器,你看这个位置是给那个高音喇叭留的位置,顶配车型是有的,只有顶配车型才是六扬声器,我们这种低配车型的话就只配是四扬声器,包括方向盘,方向盘上,你做这么短,这这么短键,十多年前的思路,就让我们觉得,呃,这个按键越多,档次越,档次越高, 然后功能越强,哪里有啊?就这边,低配车型,定速巡航的模块是不配备的,还要我们自己上网花小几百倍钱买完了之后,只要把后面的线数,接到这个方向盘的油丝上,它就能正常使用了,你既然这么容易就能使用的话,为什么不给我们配上?你非要学丰田吗?就是丰田也是这个定速巡航的拨点,低配车型没有,要自己买完了装上。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原车的方向盘不是这种真皮,这个真皮是我自己在外面又包了一层,呃,包完之后整个方向盘的这个摩扎力,还有那个粗细才刚好,原来是偏细的,并且是表面过于光滑,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相当相当的把手,现在,嗯,多了一层要好得多。 我就觉得现代车,就是韩系车呀,它们确实是诚意不足。 你再看后座,后座的话,虽然它是一个小SUV,但是整个这个后座的空间还是,还是很差的。 优点啊,优点啊,优点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座椅的坐垫的高度是够用的。 你像我1米75的个子,前面调一个相对标准的坐姿,等我坐到后排,你看一下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我坐直了,我坐直了的话,只能说是,呃,这能算,也就是一拳吧。 呃,除此之外的话,头部空间,坐直了之后,就头发已经挨到顶棚了。 唯一比一则和CHR那种小SUV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后窗的面积还好,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压抑。 你像我坐我朋友那里一则,就感觉好像,呃,坐在后座是狗窗,有一种,呃,被拒禁的感觉。 但是,刚想夸的,它后,后排又没有出风口。 冬天很冷啊,北方,零下二十度,后排没有出风口,挺糟糕的。 再就是,你设计成一体式头枕,也就罢了。 中间能不能多设计呢? 你得留了三点山巨带。 但是,中间部分,没有头枕。 这就很不合理了。 最后看一下后备箱吧。 这辆车的后备箱,我刚才量了一下,其实放不了太多东西。 你要是,考虑到四六分车,把那个后座放倒的话,那相对还好。 你看,放倒,大家看一下,放倒的话,大概这个平整度就是这样的。 还好吧,我觉得四六放倒之后效果还可以。 你要是放大件的话,可能也不能放得太高。 除此之外的话,空间拓展是有的。 然后,纯纯的是这个后备箱的部分,你要是利用它整个那个最大的底面,它的横向是95公分。 然后,向里的纵深,大概也就是60公分左右。 作为一个小SUV来说,中规中矩,但是绝对是不出奇。 你要是跟我们一众的那个紧凑型,甚至是十多万就能买到中型SUV的果然车比,那它拿什么去打呀? 而且,最后再说一下它的这个动力。 这个车我在高速上,跑觉得动力确实是不错,177匹,1.6T防动机,6速的干式双离合。 它这个干式双离合,我之前觉得调教特别好,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它这个干式的双离合在市区调教是很差的。 我认为它是在起步阶段为了保护离合器,就是它整个这个接合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经常就是转速起来了,然后车并不走,有点像那个刚开手动挡的新手,油门踩下去了,然后离合器松得太慢,没有接合的那个感觉,很难受。 发动机的动力是177匹,你说你这车要是卖到十三四万这么小的车, 什么配置都没有,你说动力好吧,你干嘛不把这个1.6T防动机204匹的这个调教给我们。 再一个,你主打运动,你后边连一个能看到的排气管都没有,只有这么一个小小可怜的隐藏式排气,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大家? 哪怕你做一个,呃,做两个这个度个的装饰,或者是你做两个两边那个各单出的这个排气,你像几粒人家1.5T的三张小SV,还值得做一个四处排气,对不对? 哎,大概要说就这些,反正韩系车还是有它相对可取的地方,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车主而言,如果让我再选,真的很难再去复购了。 像我前一阵看那个库斯图,明明已经交了定金,呃,12月份的时候销售人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呃,你要提车可以,让我加一万万件装饰,那是北京现代库斯图,他居然都要加价一万,呃,我看现在塞纳好像12月的销量只有900多辆,嗯,库斯图这么玩,他一个SAV魔改车型,可能也要两,哎,这要过年了, 把它刷一刷,因为要去外地了,呃,接下来这两天,呃,要把我的马六把罐开出来,过一阵再讲讲它吧,作为一个06年的老车,06款的老车,它到底是怎么吸引到我的,毕竟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